民眾黨副總統候選人吳昕穎 今天下午參加Cope28的交流研討會 會中分享在杜拜當地所見所聞 不過近期他接受媒體專訪 提到對手小美琴 若是戰貓 自己也是戰貓 不過是站著的站 因為貓就算滾下來 還是四肢腳站在地上 來聽一下他的最新說法 沒有 我只是講說因為英文有句比喻說 The cat always lands on its feet 就是說貓在翻跟斗的時候 他最後還是四肢腳站在地上的 然後其實我有提到就是說 我的感覺這五十天來做的餐選 就像是在衝浪一樣 當然有個大浪來的時候 你可以選擇往海邊 海岸逃跑 短的頭就跑 要不然的話就是可以勇敢去面對 抓這個衝浪板往前向海游 然後希望能 用衝浪自筆參選後迎面而來的每個挑戰 不過日前參加Cope28時 吳欣營不滿外交部安排 先是批外交部是斷交部 又說外交部向開旅行社 吳欣營今天在炮轟 過去跟外交部合作愉快 不過這次真的很失望